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 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歡迎今天大家收聽《香港出路》網上電台 《香港出路》這個電台節目 是我們為香港探討一下香港近來面對的問題 與其他節目不同 我們希望不要只見到問題的表面 大家大肆批評一輪 發誓一輪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點 去了解問題的根源 最後想到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法 最後就說 香港每一個人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呢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遇到這個情況 你會怎樣做呢 今天我們探討一個問題 是比較廣泛的 有些人說 跟香港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這個問題就是 生命的意義 人生為什麼呢 簡單來說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是為什麼呢 其實我相信香港很多人 都是不斷地來尋求這個答案的 可以說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多人的問題來的 我們最近很幸運 有一位網上的聽眾 因為我們最近一直都談論一些香港的 所謂世界最近的急極的改變 有沒有可能到2012年 是我們世界的大轉變 或者可以說是世界的末日的時間 也都探討到地球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到底有沒有外星人 如果有的時候 外星人在這裡會扮演什麼角色呢 跟著這位朋友 蔡淑青 她就寄了一本書給我 原來蔡淑青她本人 在這方面是過去幾年 都有一些很特異的經驗 蔡淑青本身以前是有開了一間 碗腸中心 她自己也是一個專業碗腸治療師 在她的工作環境裡 她有一次遇到一個特別的客人 這個客人 跟她開始有一些 比較關於靈異世界的對話 令她在這方面有很大的轉變 從而她慢慢把這個經驗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 看不見的世界 黑武士的傳奇 為你解開身與死之謎 我相信 網上聽眾過去 也可能看過雙此類的書 我相信地球上 這類的書是有數百萬計 就算在最近的很多DVD 電影方面 也有很多人都講解的 因為我相信這是人類最想得到答案 最想知道的問題 各種宗教過去的存在 其實在某程度上 都是跟這個問題的答案有關的 好了 我也是剛剛才看到這本書 George和黎太 都沒有機會看過這本書 所以我想簡單一點 我就先請邱小姐 先講講一下 你這本書所講的訊息 你遇到這位黑先生 他其實講了什麼給你聽 你覺得很有趣 很浸行 其實為什麼要寫一本書 就是不可以三言兩語去講 所以我才寫了一本書 因為我跟黑先生的對話和交往之中 發生了很多事 最開始 他是來我中心洗腸的客人 為了保護他的身份 我就叫黑先生 黑先生和我展開了一個 關於靈異世界裡面究竟有什麼 以及人死後去了哪裡 以及神究竟是什麼樣子 在這幾方面我們都探討過 而黑先生是一個很奇特的人 天生有一種很強的路電波 而這些路電波 令到他知識到一些 我們普通人是察覺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這本書 就是叫看不見的世界 因為一般人 我們有肉身的人 是看不到的世界 他究竟發生什麼事 在什麼環境 在什麼情況 我想不可以一下子 或者是經過討論之下 可以慢慢地講出來 但是一下子要我從頭來講到沒有 可能兩個小時都不夠講 他所形容的世界 跟我們一般的世界 當然會很不同 因為我看過這本書 其實在某很多地方 他講的事情 很多人都企圖講過 只不過他是有這樣的動縮力 可能感應得到 或者他可能都看過雙類的資料 或者他可能完全沒有任何影響之下 他就有一種感應到這種 其實他認為我們的人類在地球 到底是為什麼 他有沒有講過這件事 有的 其實他在不同的宗教 有不同的講法 例如在佛家 他覺得人來這個世界 是受苦受難的 當你受苦受難完畢之後 你可以收成證果 當你死了之後 你又不是真正死亡的 就會投生或者轉生去另一種 下一次的生命 那個生命可能是人 或者是其他動物 甚至乎在你這一世之前 你都可能是另一種東西轉化過來 這是輪迴的說法 是佛家講的 在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來說 人都是活一次的 但是你死了之後 如果你在在生的時候 是遵照神給我們的分事去做 死後你可以上天堂 死後 如果你是不聽這樣的教誨 死後就落地獄 有個judgment之後 你就會斷定你上天堂 還是落地獄 某程度上我所聽到 現在這兩大宗教 所講的意識都是比較灰的 幾慘的事情 我們要為我們的贖罪 我們會做很多修煉 才能夠將來進入另一個境界 在某程度上 我個人的感覺 這是一個很灰的觀點 我經常都質疑 當然我所認識的神 主要是所謂Judea Christian God 就是猶太基督教所提及的神 因為佛教方面 我們真的不深入去認識 其實佛教是沒有神的 沒有神的 但是在我的感覺上 如果我們的神是慈悲的 慈愛的 全能的 我覺得這樣的設計 是不公平的 第一 也不是代表一個很慈悲的神 應該會做的事 叫我們去受苦 然後就上天堂 上天堂 我們無法經歷得到 所以我過去可以這樣說 我都很抗拒 在某程度上 亦都很抗拒 宗教所提倡的事 我是一個很實際的人 我想看看 如果你有信教 你的信教的人和沒有信教的人 有什麼大分別呢 我經常都有一種要求 如果一個人有宗教的信仰 他應該是有些特別的力量 是會令到他提升他做人的質素 我認為他應該是會更加慈愛 更加寬容 更加有道德勇氣 我是要求這件事 我是一個很實際去看人的 如果有神的保護你 那你是否成為一個更加 好人呢 但很可惜 在我的觀察環境裡 我不覺得信教的人 比不信教的人更加有道德 更加有慈悲心 更加愛人更加有道德勇氣 我完全看不到這件事 相反地 我認為往往 因為有這個宗教盾牌之下 他們很多時候自以為是 很多時候很執著 也看到地球上百分之九十的戰爭 都是宗教之戰來的 所以我從小到大 其實我一直都探索這些問題 由我讀中學的時候 不斷地去想 不斷地去想 其實想了幾十年了 可以說 最近我才開始有少少微目 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佛教是這樣 基督教天主教是這樣 黑先生的看法是怎樣 黑先生的看法 其實他的看法跟你剛才很相似 那些人 可以說是neutral 來這個世界 其實是給你一個機會磨練 也不是受苦 或者要你做些什麼 總之你 本著你的心 去做一些 你認為正確的事情 已經是足夠的 亦都不需要 攬神做什麼藉口 或者用宗教做什麼名目 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 剛才我都同意醫生的說法 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 他就是用了那些東西 做一些藉口 盾牌 這樣來去包庇自己 其實我還有一樣還沒說 就是 因為黑先生 因為他有很強的路電波 他跟神是有一個直接的接觸 神是什麼呢 我在我跟他之間的交往之中 我也都find out 神是什麼樣子 按他所告訴我 他怎樣形容呢 他形容的神 神是一股很強和很正面的能量 其實他都是露電波 他的露電波 就是他有思想 有活動 有感情 他是類似 只不過是一個沒有實體的東西 他的出現 他是宇宙 自從宇宙開始 他已經有了 所以他是自由的 他這個想法 跟聖經講的很相似 那是不是神是宇宙的一切就是神 不是神是宇宙的一部分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 其實神是宇宙衍生出來的一種力量 而這個世界 而這個世界 這件事 是未經證實的 但是 黑先生相信 這個世界是神去規劃的 因為 以他所知 神存在了很多年 很多年 就是他由宇宙開始 他已經在了 其實他很寂寞 一個人 你當他是人 雖然他不是人 一個人 是不會快樂的 我讓你擁有了 所有一切 全世界都是你 全宇宙都是你 你只有一個人 你怎會快樂 沒有人分享你的快樂 沒有人陪伴你 沒有愛 那你怎會快樂 所以他做不到隨緣 他就著手去創造這個世界 他的世界 亦都不像聖經這樣說 第一天就有光 第二天就有什麼 第三天就有光 其實他是 造就了一個環境 而他知道這個環境 在生物可以在那裡衍生 經過慢慢 很多年的變化 生物慢慢地產生 而最後發展到有人 他有沒有提及 據我認識宗教的歷史 其實很多不同的宗教 你追溯到最後 其實只有一個 source 不論他將來變成 道教也好 佛教也好 基督教也好 基督教也好 其實最後你都可以看到 你是有一個地方出來的 是一個源頭出來的 所以說很多東西 其實某個程度上 大家都是可以有關聯的 你可以看到大家是同一個源頭出現的 那麼 黑先生這方面 他所謂的神 是不是回教所講的阿拿 是不是我們中基督教所講的神 還是他是一個能量體 如果在我和他的交往之中 我們發現他應該是基督教所講的上帝 但是他其實聖經裡面有很多東西 都是有些問題 可能已經是被人修改了 或者是一些流傳下來有些失實 是 因為在最近香港 我們有不停的資料出現 其中有叫做大火鍋 開始有人揭露 其實我們那個福音有三十幾本版本的 那個教會就只不過是選取其中四本 就是可能適合他們的用 所講的東西 他可以適合聽的福音 那他就再設立了下來 其實很多其他版本 他們認為是一種異點的邪屬 就是不正確的 或者是他們叫那些教徒 不要太過著重 不要太過去看這方面的資料 最終我們回到本樓的題目 就是我們做人為甚麼呢 那黑先生這方面有沒有特別的看法呢 其實人 就是 剛才說了 神創造這個世界 因為他其實 他 好像聖經某方面有說到 即是舊約聖經 其實他喜歡多些人 他發現一個人是不開心的 有人就開心 再引伸下去 越多人 這個快樂是越多的 所以他那時候是希望 這個世界 是散佈他的子民的 當時這樣想 但是 神 對人 他發現了 原來有生物之後 那些生物 是自己 會去 自相殘殺的 會物敬天擇的 會爭的 因為 因為 要生存 就是 你要去做這件事 等於 弱肉強食 在一個 動物世界也好 人的社會也好 都是會產生了這個現象出現 那 到他 發現這件事的 時間 他就覺得 很失望 因為他沒有想 他希望 人是可以和平共處的 這個世界是可以和平共處的 但是 原來發展出來 人的心態 或者動物的心態 是不是這樣 因為要生存 你就要競爭 你就要去打敗別人 那 其實 神的想法 就是 他給了主權 你 就讓你自己去發展 因為 如果他不給主權 其實他 只有植物 已經可以了 因為植物是不會做這件事 但有動物就會做這件事 那 他創造 這些生物之前 應該 已經遇見到 他有這麼高的智慧 其實他遇見到 是有生命 他遇見不到 會是這樣的發展 有這麼高的能力 遇見不到 就很難相信 這個就是 有些矛盾 可能你是一個醫生 我是人 我不是神 你很有學問 那你可不可以遇見到 你兒子生出來之後 是不是跟你一樣 有這樣的學問 是嗎 那你生者都知道 但是他是人 他是神 你不要想著 神都是無所不能 他是很有很高的力量 雖然不是無所不能 但他應該有這樣的 預見能力 大佬 例如你看到 那些靈界的人 爭生死 你 你 創造一些人出來 那些人是低於 靈界的 為何不會爭生死 一定會 其實靈界都是之後 靈界都是肉身之後 所以他肉身之前 他都未見到 即未有肉身之前 沒有靈界 只有他一個 靈界是肉身衍生 他看不出 他預計不到 有生命之後 會有些靈界走出來 他預計不到 靈界他是預計到 但是他預計不到生命 是互相鬥爭 這個我就比較難接受 好了 看看梁濟太姐 你聽到這麼久 這方面你怎樣看 其實第一 很多人都誤解了佛教 佛教不是說苦 佛教不是說苦 佛教是說修行 第一 第二 佛教的定義 佛的定義 是一個覺悟者 不是一個神 是一個靈性的覺悟者 他們稱為佛 佛 第三 為何人類要修行 因為人類都是動物 全部的動物都擁有什麼呢 貪憎 貪心 痴 痴 怎樣說 例如我一個人 我到痴心 我到發癲 我到發癲 這件事是每一個人 佛教裏說 每個人都有一個正的種子 負的種子 看看你灌溉哪一粒種子 他給你選擇 不是一個神去罰你 也不是一個佛去罰你 其實是你自己本來的行為 引生到你自己有報應 這個沒有一個神 或者主要沒空 你自己人拿一個寶寶來寫 你做錯什麼事 你講錯什麼話 沒有的 是你的行為 令自己中毒 譬如你喜歡賭錢 當然是越賭越大 你喜歡吃煙 就越吃越多 你喜歡吃安眠藥 你就越吃越深 這樣解 另外 為何佛家說人類是怎樣來的 所有生物是怎樣來的 其實他只是說一個mother of nature mother of nature 總之所有的東西和合 所有的緣份和合 例如水、空氣、泥土、 energy 去到某個程度 他就會形成一條生命 就不是一個人在主持生命的事 只不過這個法則是宇宙的法則 很簡單的事情 我曾經做一個實驗 就是拿粒米浸在水裡 我沒有理會他 其實我不記得了 我煮了一鍋飯 就不記得了 大概一個禮拜後 我全部的飯會變成蟲 What does it come from? 因緣和合 因緣和合 為何要經過這個修行 因為生命 經過這個修行 才去到一個靈性的境界 是一個 是一個進化靈性的境界 不是肉體的進化 是靈修上的進化 例如 你很多卡通片也好 科幻片也好 去到一個境界就是什麼 它會和平 為何會和平 為何人會打生打死 這麼貪 因為大家鬥猜 我猜你一定騙我 我猜你這句說話一定是不對的 一定是有些不好的hidden agenda 或者 motive 家長貪念 他因為以為自己想的東西 現在的人 你想的東西 我不知道 我想的東西 你都會不知道 我便可以做我自己要做的事 但是 這個宇宙裏面 所有的人 所有的生物 進化到一個程度就是 你隔了一條尾 我都知道你隔了一條尾 你隔了一條尾 我用什麼要打仗 No point 現在的人要進化 就是進化到一個東西就是 One language 就是你的靈性 所以佛教其實是說生命的進化論 就不是說什麼苦什麼苦 就是誤解它 苦的定義 即是當你有肉身的時候 你是會受苦 為何呢 例如你會受身邊所有的東西引誘 你得不到的時候便會苦 你喜歡的人 別人不喜歡你 我買六合彩又不中 我炒股票又輸 我找人做又不背 我又得不到名譽 我得不到地位 這些是自製的苦 不是這個宇宙給你的苦 是你人類自己製造給自己的苦 其實宇宙裡的定律 只是叫你簡單簡單做你一個動物 你說我不喜歡 因為我是萬物之靈 但是它靈靈下就靈歪了 萬物之靈的定義就是你要懂得進化 要懂得修行 要有愛心 慈悲 為何會有正負面呢 其實你沒有正面 你不會有負面 它就是要你經歷過這些 生路病死痛苦的東西 去進化你的靈性 其實你剛才所講的所謂佛教的道理 基督教天主教有所講的道理 相信這些講法 我想人們會再次數以億億一次 但是最終最終呢 最終最終呢 有多少人得到呢 我經常很質疑就是這件事 你都會講 契人都會講 大把書 聖經是全世界最上司的書 看過人無數 數以億計 這麼多千年來 很多人都會看這些資料 最終你覺得這個世界 是否一直因為這些影響 宗教影響它更加好呢 我經常都很質疑這件事 廣系都會講 但是最終是怎樣 為何這麼困難呢 最困難 因為人本身它有執著 而且它很多時候會借助這些宗教的 是misslead了那些人 或者那個所謂佛教裡面說 你不用跟誰有大師的 你自己就是大師 你自己就是佛 你不需要相信任何的宗教 你相信你自己 最重要你的路向是正確的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講法呢 我第一次聽到 如果佛教是這樣講 因為既然我聽到 我很少看這些資料 我亦都不知道他詳細 他怎樣教人 但我認識很多的佛廟 那些智堂很多事主 他以為一個事主為中心 很多人去那裏 就是供奉這個事主 做貢獻之類 這個事主就是管理這個佛堂 跟你剛才所講 有一點不是這樣 我覺得他所做的行為 似乎又不是這樣 我想知道黑先生有沒有修煉的方法 所有宗教都有修煉方法 有的是 其實他的人生是很特殊的 因為他有個天生有個特殊的腦電波 令到他知道一些靈界的東西 再講到什麼叫靈界呢 其實靈界就是肉身世界的相反詞 就是我們有肉身世界 而當我們肉身死亡的時候 我們的靈魂就不會隨著我們肉身死亡而死亡 因為靈魂更長存 靈魂更長存 那件事實在是靈界 但是人的靈界的力量 靈魂的力量是很低微的 所以他就會切下去地心那裏 according to 黑先生所講的 但某一些生物 當它肉身死亡之後 他就可以釋放我出來 而他的力量很強 而這裏有幾班不同的生物 產生出來的力量 因為黑先生有這麼強的路電波 所以招惹到他們去攻擊他 而黑先生的力量是因為他們長期攻擊他 所以修煉他們 他有沒有一套方法去增強自己的路電波 不像其他宗教 你遵從十階 你就上天堂 好像閃宗那些 你打坐 那你就有機會 就脫離六道律會 他沒有這套東西 他沒有的 他只是做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即是你生出來的路電波強 你又可以流傳在地球 你生存的路電波藥 就吸到地心 是這麼簡單的 因為人勢就是這麼簡單 according to 各位黑先生 如果他所知 他所見到的人 全部都是會落地心 但是某些人佛家和道家的修煉 可以令到他們升格 他只是認同佛家和道家的修煉 他所見到的佛家和道家是真的有修煉 即是如果通過佛家和道家修煉 就可以留在地面 就不用被吸到地心 地心吸到裡面 是不是這樣 以他所見到的 那你已經解決了問題 那問題在哪裡 你學道家和佛家修煉 就不用被吸到地心 吸到地心有什麼問題 吸到地心會有些 我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不過他說就是 留在地面 留在地面 就是比較高強的靈界 其實這樣說 好像Dr.Yu問 吸到地心有什麼問題 其實 In other words 其實地心就是地獄 即是女 當人死了之後 其實他就長存在地獄那裡 其實到那一刻 什麼感覺都沒有 只是有知覺 即是經常被地心燒著 即是你會知道自己在什麼環境底下 好 或者休息 小分鐘我們再繼續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過大自然裡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這樣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我想請教蔡律師 就是 就是 黑先生他對於瑜 他是中國人 他懂得中文 他讀過 應該在香港受教育的 是 他應該讀過瑜伽思想的理論 他對瑜伽思想的方法 人格的培養有什麼看法呢 我要呈現一下 其實黑先生 如果你看我的書 你會知道 他是受了很少的教育 他只是讀到小學畢業 他不是一個聰明 也不是一個讀書聰明的人 其實他很小時候 已經受到靈界那方面的騷擾 當然他也在外 我們那個年代讀過幾年書的人 都對某些 中文程度都不太差 我自己覺得 甚至讀完中學都更好些 至於瑜伽的學說 他不拜孔志那一套 他覺得 孔志說的人之初性本惡 他看到是這樣 剛才我們說 神沒有想到 他創造出來的世界 那些人生物會這樣 會自相殘殺 會貪 會去 去 依賴 歸過於人 他覺得 其實人生物生出來 其實有個惡性 在觀點來說 人的本性是惡的 因為你要生存 你就要去保護自己 你就會去做出一些傷害了別人的事 很多時候 看到這個世界是這樣 所以他覺得 人之初性本惡 是比人之初性本善 更加適合的 黎太太你同不同意這種看法 人性本質應該是 忠的呢 忠的呢 惡的呢 還是善的呢 我覺得他很極端 我不知道他看到什麼 但是我覺得 現在神 剛才他說 神 他不信神 但是他又說 神做些人出來 其實 很多人都拿神 或者拿些神 或者拿些佛來怪責 其實 各樣東西是你自己 不關神事 不關佛事 其實整個宇宙 MOTHER OF NATURE 做你的事 給了所有的選擇 你可以做惡人 你可以做好人 是你自己的選擇 如果你說有神的話 神沒有Promise 你一個Rose Garden 神也沒有Promise 你一個Perfect World 神只不過我給了所有 你能夠生存的空間 給不免費的水 免費的食糧 免費的地方給你住 免費的空氣 或者是Energy給你 但是你人 要扮神 現在不是神說不給你 只不過那些人 我不喜歡 我要建高樓大廈 我要核印人子 我要這個 因為你們自己 所有的人類 去改造了這個 宇宙裏面的法則 當去到 你掘地掘到亂龍 這個又Poluted 那樣又Poluted 在最後 是你Suffer God never punish you 你自己Punish你自己 好了 你認為人的本性 到底是傾向於善 傾向於惡 或是忠誠 我覺得它是忠誠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沒有惡那邊 你不會有善良那邊 你不會出生 如果只有一樣東西 如果你只有一樣東西 你怎麼知道 那樣東西是惡 還是善 不可能的 你如果沒有紅色 我怎麼知道這個是紅色 要沒有其他顏色 比較下去 OK It's not 對我來說 我不會購入這個概念 我覺得是 neutral 只不過你後天 怎樣去灌溉 OK George 你認為怎樣 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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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你基本是讀社會學的 在香港中文大學讀了 去日本又 拿到Sexy 那你對人類社會的認識 應該比較有另一個層面 我不敢這樣說 好啦 那你看看 到底我們是 你不得行性 我自己 本身 就覺得 生命的意義 其實 在我們以前的祖先說了很多很多 不是 我先說 說了很多很多 我們要說的東西 其實已經沒有了 但是 我們要做的是選擇 即你覺得 我想選擇做 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或者是 法教徒 或者是 宣誓道教 或者是 之類的 我自己覺得 就是 當 我們不知道 我們死了之後 是怎樣的時候 我就希望能夠 接受 儒家的思想 敬鬼神而遠之 你不要理那麼多 總之你做好你今世的事 就是 孔若成人 孔若取義 總之 你跟著儒家思想的方法去實行 做一個君子 就不要去做一個小人 如果是個個這樣的時候 就世界大同 就不用 你不需要 你死了之後 又吸出去 我根本不用理 可能是 可能不是 我不理 總之我做好 我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見到 觸摸到的東西 我一做好 我自己有本分 怎樣做法呢 就跟著儒家思想做 那你說 這樣不是很舊的時候 那你就像剛才 蔡小姐一樣 你選佛教 或是道教 他教你怎樣修煉 你的靈性的宗教去擇 才而故執之 那已經是很足夠 不用說那麼多 你不用聽那麼多 你不用說那麼多 其他可以不理 你要發達的時候 如果你有認為 哲學思想裡面 認為這樣是對的的時候 你就不做 但是 如果你是真真正正認識 儒家思想的時候 你知道這樣是不行的 你真真正正認識到 道教或佛家思想的時候 你知道這樣是不行的 那你就不去做 你剛才所說的 其實每個宗教 都給你很簡單的道理 你相信我的教 其他一些不用想 那你就得到 那你只不過 你剛才說是說儒家 那基督教也是這樣說 你倆都回教也是這樣說 所以我不是說 那問題就是一樣 然後back to square one 你這樣說了之後 那怎麼辦呢 人家都接觸到儒家 不是back to square one 如果你是要真真正正實行 那種思想 現在就不是 很多人就 表面上是做實行那種思想 其實就不是 每個宗教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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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儒家都可以 都可以做偽君子 大把 偽君子 我從頭開始說 我們所看到 我自己觀察到 所謂有什麼思想背景 儒家也好 道家也好 佛教也好 天主教 基督教 媒教 最終我們看得出 有宗教信仰的人 是比沒有宗教信仰的人 更加和善 更加有愛心 人的質素更加好 意思就是說 更加有道德勇氣 我一般認為好的質素 是不是有信仰的人 是會好過沒有呢 我的結論就覺得 我不覺得是 OK 大太怎麼想 我想我們討論這麼多東西的時候 其實好像脫離了一個題目 我覺得一個題目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對我來說 我覺得生命的意義 就是 Life itself已經是一個Miracle 不要那麼多 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我們整個Life的Process 是讓我們學習 經歷 and choices 是這麼多 我就認為一定要有一個提升 即是你的人家提升 如果你沒有人家提升 你身處在世上什麼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人家提升 例如好像Meda Teresa 那些 他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都 把自己的貧富人服務 這是一個選擇 這是人家提升 是的 這是一個選擇 金地先生 他用他的生命 去解放印度整個國家 這是一個人家提升 但是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無論做任何一件事 人家提升也好 什麼提升也好 第一 你要選擇 第二 你要去經歷 你肯不肯選擇和經歷 Life就是這樣的意思 選擇和經歷 你有很多選擇 你是要經歷 你經歷 你學到什麼 你做到什麼 什麼叫做人格的提升 剛才你所講的兩個例子 譬如Meda Teresa的例子 姦地的例子 其實你應該看到 怎樣提升 他做一些事情 令到地球的人類更加好 是這麼簡單的方向 你選擇之後 你就會有一個經歷 有一個經歷 你就會有一個提升 那一個選擇 你也有基準 基準是個因人而異 那你那個哲學師 就是個基準 因人而異 是沒有基準的 這個我就不認同 譬如 沒有基準 即是沒有方向 不是沒有方向 而是選擇 是每一個人因人而異 你不可以逼一個人去選擇 當然 是他自己要有Vailingness 才可以選擇 是呀是呀 那這個就是他所說的 自己本身的選擇 他本身對每件事的推法 最終你選擇有一個方向 是呀 你都會有幾個東西 可以選擇 那你自己去選擇 你不可以拿著把槍 這就不是選擇 這就不是選擇 如果拿著把槍 不是呀 這個被強迫性選擇 我的意思就是 例如你要喝茶、咖啡 或者自處理的時候 那你說 我有基準是甚麼 我要為健康 我就喝水 你選擇 你一定要有基準 然後才會選擇 為什麼 有些人說 我喜歡提神 我就喝咖啡 你的基準定義 就是你認為好 但有些人身上 這是客觀的 你的基準定義是客觀的 每個人都知道 咖啡提神 每個人都知道 水是 pure water 是對健康有效果 有些人會選擇 有些人會選擇 那我唱的 有什麼問題 我意思就是 你做人 標準是 很多人認為那是標準 但有些人不一定 所以這個世界 永遠都有 大家喊殺的原因就是這樣 例如我舉一個例子 你不可以拿一個機制 來告訴別人 這就是標準 因為有些人是不喜歡 跟標準做事 這就是他們的選擇 例如舉一個 不是他的標準 不是他的標準 舉一個歷史的例子 史可法 歷史 歷史是可以跟時代而轉變的 是不是 他的標準也是一樣 你看我看看 史可法 他被遠兵捉了 他可以投降 他為什麼不投降 他要死 他的標準是 我要成人取義 我要死 但是 同一個 situation 例如汪精偉 為什麼他要投降 做日本的魏政府的Hack 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 他的標準 就肯定不是史可法的標準 你說哪一個標準好 我也不知道 是他自己選擇的 所以我不是說 這個世界是沒有絕對的標準 我不是說絕對 但是 你有自己的標準 你選一個標準去執著 固守 這是生命的意義 我覺得 如果有個人 我在我的人生裡面 我就要做一件很壞的事 我想要嘗試 壞的痛苦是怎樣的 或者我想要experience 一個壞人是怎樣的 這是他的選擇 我的意思就是 你的定義 不能把你多大小 所有的哲學理論 都不會這樣教導人 要做壞人 你講得太哲學了 我現在講的是人性 你一定要有個子有志 黎姨先生 你有個方向 你做人 有些人的方向 是他自己選擇壞的方向 你怎樣 back to square one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多爭執 要爭會越多方向 會亂走 因為其實我們都 未曾有個共識 到底我們做人的目的 最終是想達到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宗教 某程度上 都未講得很清晰 所以我們有些問題 香港的更好行動 經常都說 我們問題之所以出現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講什麼問題 問題的性質是什麼 我都未定得到 所以我們有很多解決 很多所謂的解決方案 其實最終是解決不了 問題就在這裏 我們到底在講什麼呢 我們到底想在我們人生 想達到什麼呢 很明顯我覺得那個答案 是不應該這麼複雜的 我自己的基本理念 其實所有宗教 都源於一個 source 雖然大家有結果 有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議員 分開了不同的形式出現 其實最終最終 大家是講同一件事 是很多跡象 你都可以看到的 好的 我的看法 其實如果有一個慈悲的神 有一個全能的神 有一個全外的神 他應該是設計到一個宇宙 或者一個人生的過程 應該是一個很簡單很清晰的 不會應該很複雜的 因為如果太複雜 所謂有些人 可能那個領域不是那麼高 可能不了解 如果是這樣 這個設計一定是不公道的 所以如果一個慈悲的神 愛的神 他一定是設計到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因為那個道理是太簡單 所以我們很多人 是將它複雜化的 我們整個香港人 很大眼睹 經常說是說這件事 為什麼人類的問題 這麼多 經常解決不了呢 因為我們人類 將它複雜化 其實很多宗教 是將很多這個 很簡單的問題 複雜化的 好了 講回頭了 大家 我認為人 到底是傾向於善 傾向於我 George 沒有給我們答案 這不是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 OK 你沒有意見 在這方面 不是這樣說 我的意思就是 所有答案已經講完了 你自己選擇了 不是 我問你 你認為人的性 是善惡 或者忠誠 這是這麼簡單的 ABC 你剛才不是這樣問 我可以再這樣問 他剛才是這樣問 是這樣問 你剛才不是 人生意義 不是 不是 我意思就是 我是不理他善惡 或者忠誠 我只是 我依照一種 折害 實行的時候 我最終的成果 就是 那個人變成一個 好的人 成為一個 一個君子 你的 starting point 是不重要的 你是善是惡 不重要的 你的 end product 才重要的 你不用理他 是善或者是惡 你不用理他那麼多 或者是善或者是惡 或者是 一個 mixture 你不要理他那麼多 這是沒有意思的 你如果是一個君子的時候 就可以了 我覺得 一件事就是 整個Live process裡面 George剛才說的一點 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 其實你不要理他 走邊邊 左也好 右也好 走一大輪之後 at the end result 他有一個正型君子 就可以了 這就是生命的意義 這是生命的意義 因為每一件事 人呢 是有個天性 是好奇的 你不只是我們 甚至任何動物 你買牠回來 你買東西給牠玩 牠不玩 牠要玩牠不能玩的東西 你隻狗這樣 給牠不玩的 牠真的咬到蜜 牠牠牠牠牠牠 為什麼呢 Explore life Explore experience 即牠叫嘗試 要去感覺一下 發現一下 這裡找到那裡找到 那裡找到那裡找到 冒險家 OK 所以我們才會引伸到 年輕的人 牠會撞崩頭 因為牠好奇 你們說的東西 你說而已 我不相信 所以這就是人 生命 或者所有生命 要經歷的東西 當牠經歷了之後 牠可以是一個很偉大的人 牠可以在錯誤中學習到 最重要的就是 你在過程中學習到什麼 不要說牠成功或者失敗 無論牠是成功或者失敗 最重要就是 在進程中 你究竟提升到自己的智慧去到什麼境界 你學到什麼 你有什麼準則 你知道你在提升自己 說自己還是迷迷失失 然後走來走去 走去圈子 說你是越走越衰 你有什麼準則 你救回幾隻狗 就是沒有方向性 你每一件事 你每一件事的經過 最重要的就是 沒有牠死的 首先 我覺得你首先 要接受了 我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我會犯錯的 你要承擔到自己的責任感 你覺得是我這件事行錯了 我為什麼會錯呢 那你就會學到東西 但通常人很有趣 他不是賴神 賴媽媽 賴老爸 賴朋友 賴這個賴那個 賴來賴去 這個社會對我很不公平 但他忘了自己怎樣去演繹自己的人生 這裏你就學不到東西 那這個方向是有什麼方向的呢 人家說可以很多經驗 什麼都可以試 什麼都可以經驗 最終最終 你經驗了之後才會明白到你自己的對錯 你自己感覺的對錯 有些人說 喂 你要善良一點 你有慈悲感 慈悲感 慈悲是怎樣的 有些人這樣 你不會 用不用什麼 有些人的心底是 他不會有 他不會那麼強烈 因為有些人是感性一點的 有些人就是理智 所謂理智型一點的 他可能不是用心去感覺 他可能要分析多於感覺 你硬要叫他慈悲 總之好事我就做 但很有趣 他對某些事情好像是很理性去做 但有時 無常常有隻狗躺在門口 那個人一個就忽生開 因為他那個所謂慈悲的定義不同 但當你一個人能夠經歷某些事 演化到這個慈悲 去到任何一個沒有限度的話 你就真的升到一個叫菩薩 你剛才說到那個方向不是沒有方向 你的方向就是慈悲 不是慈悲不是他的方向 而是他在那裡學不學習到慈悲 我們每一種經驗都學到這些東西 有些人學不到 學了什麼叫做學到什麼都學不到 我聽過這個例子 怪人家 有什麼事 我告訴你 你做人有一個目的 有還是有 如果你說沒有 我只是為經驗而經驗的時候 你經驗了才會學到 你經驗了才會學到 你經驗了才會知道那件事情 你怎麼知道 因為你完全沒有什麼叫好什麼叫不好 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你會知道的 你一想著心 你良心會知道 沒錯 但你的良心不是一個法律給你的 良心不是說我定了香港的法律要慈悲 不是的 沒有人這樣逼到你的 但你沒有做一件事其實 你這裏會得得的 你之前會的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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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會的 這是生命的意義 這就是生命的意義 好了 已經說出來了 我問你這麼久 我想問我原因 就是要我設定目標 不是目標 你都沒有目標 那你的心是為了什麼事 如果這不是你的目標 我心不會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會墮入別人的感覺 當我做每件事的時候 我這裏舒不舒服 我這裏不舒服 我不會做 那你也說了 那你也說了 不舒服 那你是要避免不舒服 那你是不是有些事 你不想做 不想出現 不想不斷地重複經驗 就不想心不舒服 那你想什麼 是不是想心舒服 我舉了一個實例 是不是 先搞清楚 因為我經常說 香港教育大行動 我經常可以討論很多事情 如果我們連最簡單的問題 定義都沒有搞清楚 你可以說幾言都沒有說完 事實上很多資料 但是反過來說 這個 這個 你如果整個大前提 目的為心舒服 那你去做的話 是另一件事 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即是這個目的好嗎 這個目的是好 但我意思是 當每個人做事的時候 不是一定說 我要的目的是這樣 如果你刻意的目的去做這件事的話 是未必有成果的 即是你毫無目的去做事 不是 你的目的就是 我要感覺 真真正義的自己 對 你講自己的心 你曾經講過 你的心感覺好 對 希望你最後 起碼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這個不是目的 這是人生的意義 對我來說 意義就是心要感覺舒服 我記得 起碼有個方向 是的 這就是我的方向 好的 好 詳正說 給我舉一個實例 譬如一個教師 他有一科很厲害的 他可以去做補習天博 但他又可以教一個小班教學 他的選擇就是什麼 如果我做補習天博 那時候我賺了很多錢 但是我一定會看不到我的成果 因為這麼大班人 那時候我不能夠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接觸 但是如果我做一個小班教學的時候 我可以看著那個小朋友 經過我的教學之後 他是聰明的 那時候 好了 這個選擇是什麼 你是選擇錢 還是選擇你那個 心知所安 這個是一定要選擇 譬如說 在香港社會的時候 當然是 教學補習天皇好 大把錢 那這個就是問題 香港 為什麼不能夠繼續好一點 社會問題 大前提選擇變成這樣 社會問題 如果每個人都說 我教小班教學 教好小孩子的時候 我就很開心 沒有錢 很少錢 那你解決什麼 你就花少一點 這樣可以 這是選擇 你剛才有幾件事 我都要分析清晰一點 第一個有補習天皇 補習天皇賺過億 香港十幾個這些人 他們怎樣可以賺這麼多錢 當然 他們可以用很多科技的方法 可以大班教學 OK 對他們 很多人去 很多人以為好 很多人會給這些錢 去上補習課 從而把考試成績提升 好 你說這個不好 因為他賺錢多 那你不能夠 不是說賺錢多不好 好 那你說要小班教學好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小班教學才有教育出現 大班教學沒有教育出現 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得不到什麼 他得不到他那種工作上的滿足感 你為什麼會說他 因為我賺了過千萬錢 不是 我令很多人拿到很多優 有很多糧 而令到他沒有這個教育成績 那一個教學方式 你知不知道補習天皇那些 那些補習的方法是怎樣的 好似人家那些賽馬貼士 他每一班就貼一碟 每一班 你這麼多班之中 你分散了貼的那些 肯定有人中 就是這樣來的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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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 所以有一次不是說 陶傑說 有一個外國記者 一班十丘的學生 他們不會說英文的 是A來的 反而是校工 以前是肥老的那些 就跟那個記者聊天 那校長我是校工 那這代表什麼 就是他們那班人 就是貼中了 剛剛去的那班人是幸運的 是這樣來的 他沒有這些slection 誰沒有錢 你代表誰沒有錢 那個補習天皇 如果他設計到這個program 他自己是 明知他是騙人 就是補習天皇 為甚麼有satisfaction 你是否代表誰說沒有satisfaction 你是否代表補習天皇 如果我是補習天皇 我的satisfaction是賺到很多錢 不是教到很多厲害的學生出來 為甚麼 你是否認為現在考試的A,B 不是代表他在那補習天皇 你有選擇的 大佬 很多A,B,B 因為他有10優的人 英文講得不太好 不太流利 所以他那10優是沒有意思 是否這樣 我相信是 你用現在那些 就算你什麼A,B,B那些學生 和以前那些比較 那些水準是很差的 這個教育的問題 其實我們過去也有少少探討過 但未曾深入探討 將來我們希望有機會好好地探討 香港的教育問題 根源在哪裏 為甚麼會出現 有甚麼可以改 有甚麼在政策上可以改 好了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可能暫時都要停一停 因為這個題目可以這樣說 我們都是拗了少少 未曾真正正正走一條路出來 我們希望經常這樣說 香港出路 香港出路 深入討論的問題 最終有個答案 我不希望這樣就完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 會繼續和大家探討這個問題 好